海運學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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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先大致上 因為今天是海運學第一次上課 所以我們大致上先跟各位講一下 海運學裡面 因為它範圍很廣 可是我們大概先 先會有一些 看一些概論性的東西 然後呢 我們會一邊看考題 然後一邊看實際上出題的方向 那這是第一次的 一個考試所以 我們也會參著其他的相關的 考試把一些相關的考題 把它納進來 那所以 我們在這個十次的這個 課程裡面 我們會分成幾個部分 那第一個就是海運 到底是什麼樣的特色 那當然有人把海運呢 也叫做航運 那當然就是在航行的部分 所以我們一般的 政府的名字現在是海運 所以它現在是一個海運學 或是海運政策 那它到底有什麼樣的特性 還有它未來一個發展趨勢 到底是如何 第二個呢 航運的政策 或是這邊 我們也可以把它寫成在海運政策 海運政策 也就是說 我們先把這個 海運的特性先談完之後 我們看它現在一個全世界一個 因為它是一個國際性的一個發展 所以我們看一下它的一個發展的特色又是什麼 那再來就是看海運的一個政策 一般來講 如果說從一般基礎來講 應該會先從船舶 那個還有就是貨物 這方面先談 但是呢 因為我們現在是考試導向 而且我是覺得 在談一個 一個海運的一個政策 策類裡面 應該先談一個政策 先談一個政策 所以我們第二個部分 就會談海運的航運的政策 那第三個呢 就是我們也要了解說 那我們要透過海運裡面 那有什麼樣的一個輪船 那它輪船的特性 那相關的一個 我們還有傳播法 它裡面的相關規定又是如何 相關的規定又是如何 那再來就是 它的貨物的特性 貨物的特性 那再來第四個呢 我們就來看 那山崗還有貨物的終端站 因為我們船是在海上跑 或是在一些水道裡面 上在航行 那貨物呢 是在這船上 但是我們要終端 在啟氣點上面 它怎麼樣的 裝卸這些貨物 裝卸這些貨物 還有它的貨櫃站 那貨櫃怎麼去做處理 那第五個呢 我們來看 那這些航運公司 或有些叫做 行業公司 行業組織 因為我們有一個法律 叫做行業法 行業法 那這些的一個組織裡面 它的一個特性 還有它的船員 跟我們最重要的一個船長 船長 所以像這兩天的報導 像那個 那個陽明海運的船長 那蠻年輕的 大概30歲左右 一個月的薪資 就達到26萬 一般我們一般年輕人講 22K 但是你可以看到 但是就可以相對的知道說 一個船長 其實在海運上航行 他為什麼可以有這麼高的薪資 因為他負擔的責任 跟壓力也相對比較大 但是我們來看一個船長 跟船員 之間如何來互動 那相關的一個 海市的一個規定 又是如何 海市規定又是如何 那第六個 定期的航運 還有貨櫃船 因為我們呢 在整個海運裡面 我們今天會談到 什麼叫做定期航運 那什麼叫做這個 不定期的航運 那它的一個 那定期航運 主要的一個航行 主要是用貨櫃船 所以我們把貨櫃運輸呢 這邊一起來討論 一起來討論 那不定期航運 我們會用 因為它主要是船舶租賃 船舶租賃 也就是所謂的擁船的業務 那相對的這邊 我們會來做一個適當的討論 適當的討論 那第八個呢 我們航運的產業 還有這個 載貨的一個證券實務 也就是說 我們會 在整個把定期 還有不定期的航運 談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看 那航運整個行業 跟它的一個 這個載貨的一個證券 因為載貨的證券 因為這個船公司 承載這個貨物之後 它會開給這個 這個那個 載 就是有一個載運的一個平單 載運的平單 給那個運 給這個貨主 給貨主呢 那貨主呢 就可以到時候 給對方 可以去押匯這相關的資料 相關的資料 那我們 在第九個呢 我們會看 海運的到底 它整個市場的發展 還有呢 海運它本身會有一個 所謂的策略聯盟 策略聯盟 相關的一個 互動 相關的一個互動 那第十個呢 我們會談到就是 海運的法規跟保險 因為海運的法規裡面很重要 是一個海商法 海商法 那但是呢 我們國際的這個 國際的運送法規 那我們呢 會相關的 會跟各位先在 每個部分 先跟各位談 但是在這邊呢 我們會專門會談 海商法 還有相關的一個規定 還有就是 我們海上的一個 乘運的過程裡面呢 它的一個風險非常的大 它的風險非常大 那所以這方面呢 我們會談的這個 所謂的海戰保險的部分 那保險的一個條件 保險的一個狀況 我們會做一個了解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在整個十次裡面 我們會來跟各位討論的 討論的一個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第二頁 第二頁 那第二頁開始 我們就看一下海運的一個特性 海運的特性 那海運我們先看一下 就是它有幾個特性 第一個它的通路 它的通路呢 就是海洋 第二個呢 它的工具 就是船舶 第三個 終端站 終點站 然後第三個呢 它的一個效用 它的一個效用 它的目的 所以我們的通路呢 主要是以海洋 因為是海運 那如果說一般我們再更廣一點 是談水道 但我們這邊主要是談海運 海上的一個運輸 所以它以海洋呢 作為一個通路 以團伯呢 做一個運輸的工具 那在我們的港口呢 作為終端站 那它主要的目的是 運送旅客 跟這個貨物 還有最主要是創造 一個是地點的效用 那一個是時間的效用 也就是說我們從 把貨物呢 從甲地運送到椅地 然後這個就是 它在一定的要求 一個時間裡面 運送到這個 A到椅地這邊 然後它是一種經濟的行為 經濟的行為 那這個是海運的一個 基本的定律 基本的定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有什麼樣的一個特性 第一個是國際性 第二個呢 是運量到單位成本低 那所以呢 因為它有國際性 因為我們通常 我們透過海裡面 通常從A到椅地 通常都是要跨海 那這個呢 通常就是一個國際上的一個行為 那所以我們要知道 從甲地到椅地裡面 我們 哪個地方有農產品 哪個地方呢 有鋼壘產品 甚至台灣呢 有很多電子化產品 那台灣呢 有需要是什麼 日本的這個引擎 那這邊的零組件 所以我們要了解國際的趨勢 比如說 國際的這個有些時候 比如說我們過去 過去台灣的這個出口量 非常的大 非常的多 但是呢 從 2008年開始呢 整個國際的歐美 整個市場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台灣的出口 就受到一些影響 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去年呢 GDP呢 不到2% 後來勉強呢 很接近 那今年呢 所以希望能夠達到GDP呢 達到3% 那這個也要看是 我們的國際出口 所以呢 我們海運呢 會隨著這些什麼 國際的一個情勢 還有我們的船盾的需求 船盾的供需 有些地方呢 景氣好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一直都造船 但是有時候造船呢 不是馬上就好 馬上就好 所以等到有時候造船的時候 景氣不好的時候 哇 這些船 船舶太多了 船艙的空間太多了 所以這裡面呢 我們也要了解 整個船盾的供需 船盾的供需 再來就是 我們的各國的一個法令 各國的法令 所以我們要了解一個 國際性的一個經濟 對 就走了 不瞭 幾百分之三 真的 不瞭 船 是 想為 船 雲